虽然好声音目前只更新到了第九期,也就是导师混战的上半场,但实际上全国五强已经诞生了,按照名次高低,分别是五科月,王静文,姚小棠,陈文飞,贺三。 首先王静文要排除,他是本季的大热门学员,人气相当高,主要是因为他在某音颇有知名度,这次参加好声音算是带着光环而来,其次,贺三的夺冠概率几乎为零,然后五科月和姚小棠也应该排除,这两位虽然是本季的颜值担当,唱功也都不错,但偏偏两人都输过外战,根据好声音输掉外战不能夺冠的定律, 五科月和姚小棠,差不多也失去了夺冠的机会,况且,五科月还是非内地导师李克勤的学员,那就更没有夺冠的可能,而姚小棠,实则是顶替谭轩缘的位置,所以,他夺冠的可能性也不大,那么通过一番分析下来,最后只剩陈文飞,看到这里,有人觉得不以为然,认为陈文飞各方面都不出挑,人气也相当低,凭什么他能夺冠呢? 算一算,自第四季张磊夺冠以后,纳英之后加盟的很多季都没带出过冠军学员,是时候让他再当一次冠军导师了,虽然现在纳英退出了,但这个福利顺其自然应该落到廖昌永头上,所以,通过一番分析下来,只有陈文飞具备夺冠的条件,如果不出意外,今年的总冠军应该就是陈文飞了,估摸着他夺冠的概率在80%以上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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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